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DBC 真是十年 十一年 我猜可能是正经汉年代 是啊 红涛的年代 日开始的年代 因为我看到有新闻说毛家姐世界杯香港队 为什么突然有一个女领女呢 你出头很少是女领女 以前比如东方有个教院 现在主要是男人的世界 首先毛家姐世界 很多人说毛家姐都会有世界杯 此其一 第二就是会有个女领队 首先阿凯 讲一下 我认知你做传媒人 做DBC D100 甚至港台 例如说财经一句等等 为什么会有一个传媒人或者一位主持 突然间会变成一个毛家姐世界杯香港队的女领女呢 我发觉我的人生其实都挺 就是我的前半段 是的 都挺统一的 就是这件事 譬如由一路读书啊 就是上学啊 做事 其实整件事都挺 就是怎么说呢 这件事都挺单一的 嗯 不知道从何开始 可能就是当年 我想DBC是我的人生的转移点 是的 那时候就因为 我是在香港电台有些freelance做 嗯 所以其实完全不称是一个传媒人 我以前只是一个泡泡通通的OL 是的 只不过那时候香港电台需要一些女生的声音去讲足球 是的 不是讲球 不是平述场球 那些的 可能那时候是 即是报比数 零六世界杯 是的 是世界杯 做一些赛前分析 就是那些是 这些稿是那些人帮你写的 是自己的 因为我真的喜欢看球 是的 OK 譬如你那晚是 我当一下 譬如意大利对克罗地亚 或者是什么 那你会 赛前 你会讲一下你自己对这场球的看法 是的 那开始就会很 都可能有十几个女性 一起讲 女性 我当年也不是女性 有十几个女士 女孩子 一起讲的 那慢慢就漏斗式 因为你一直去到 那些球不是那么多 一路慢慢就少少少少少少 缩到后来就剩下两个去讲球 那完了世界杯之后呢 他们又觉得 都可以保持着一个足球的segment 在节目里面 那有些女生去chit chat 谈谈谈谈 那样 那时候主要是讲英超 其实也是 也不知道他开什么盘 就是不知道他到时候讲什么 是很突然去无端的讲一场 可能我不懂的球 那你都要照吹啦 那这个就是 跟足球或者跟传媒 开始有些的渊源 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看球 那然后就 后来大家都知道 其实DBC开台的时候 都要人的嘛 那要人的时候 就 啊好啊 那我的人生真的 转跑道都转得挺重要的 嗯 好像刚才这么说 就是本身一个OL 然后就整条跑道 我只有一个OL 朝九晚六的OL 就完全全职去了做健堂 嗯 那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大家就是 可以知道 后来DBC D100 Diss and Death 我想大家上网 或者现在D100 仍然存在的嘛 那你仍然都可以找到 关于 就是这些 电台或者网台 他们的历史也好 怎样都好 事件 那样大家都会知道的 好啦 那接着到 就是这个 就是和足球的渊源 嗯 然后就因为其实我是 就是喜欢看球 一直都没有停过 即到现在你经常看 看 你喜欢看什么球 港超有看 好啊 港超也不算多人看 不是先 我上个星期才入场 是 是啊 看了东方那场 半二 OK 好看 超好看 真心 东方真的打得很好 我觉得那场真是 臨到最后没办法 嗯 有入场看球的 接着英超我都看的 嗯 还有我自己本身都 转了轨道之后 大家都知道 其实 传媒的工作 你都是我自己 那时候本身是full time 是 慢慢就变成了 是一个part time的工作 因为慢慢的 他们一路调动调动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 这些时间都不太配合 嗯 我就因为要看球 是 那时候大班还问我 就是鄭英航 接着问我 喂 我们节目有调的 要 就是你想做 他又不是问我想做什么时间的 而是他会问 就是这些时段你行不行 嗯 我是很 我是不会理他 我是直接跟他说 神鸡那些你不要找我 是 因为我晚上要看球 是 是的 那可能有时候 半夜两三点那些 那些球我搞不定 那我说你神鸡那些七点多 你不要找我 嗯 然后我说晚上我不行 晚上我要回家煮饭 是 我说你最好就给些 中间中午的那些时间我做 嗯 那是可以的 就是大家配合到就继续做 但是你知道 那个节目原来的少 你收入都是少的 嗯 接着就开始自己做了 时装的生意 一路都做了十一年到现在 是 但是中间仍然都涉猎了其他不同的东西 那说回个无家者世界杯 就是因为喜欢看球 接触到很多 譬如那些足球评述 嗯 接着就 李德能先生 大家都知道 嗯 他刚刚飞过去看球 嗯 嗯 飞过去的 烈子敦士敦 如果大家能够准确被说到 这个名字 都真的是球迷 很多人都 烈子敦士敦 有很多不同的组 是这样 那德能就飞过去 是 是的 德能呢 就问我 他说 其实呢 香港有个组织 就叫做街头足球 街头足球 是的 后来就变成了NGO 最初都未是NGO 嗯 就说你没有兴趣过来 帮一下手啊 做一下些 筹委工作 那 having said 是筹委 我们是无償的 我们没有瘦身的 完全没有 没有人工出什么都没有 那我就说 好啊 那就进去帮一下手吧 主要我们都是 推广街头足球 街头足球这件事 嗯 然后呢 说到无家者世界杯 嗯 香港呢 其实我们是 或者说回 无家者世界杯的历史 2003年呢 就是无家者世界杯第一届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可能大家看看留言 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听过 无家者世界杯的这件事 有记得 有出过书介绍 是的 甚至拍过电影 Netflix有电影 是的 可能大家都是从这些渠道去认识 嗯 就是2003年的时候呢 就是第一届的无家者世界杯 嗯 那香港究竟是哪一年派对参赛呢 我们就是2005年 我们是第一年派对参赛的了 嗯 是无间断的 就是总之呢 我们出到队的话呢 香港队是一定出队 那中间有什么时候出不了队呢 就是疫情咯 嗯 我其实是一个黑脚领队 是 就是你做的时候 就刚刚就 就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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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是 就是入了去这个加球足球这个NG的帮手 也就是 他们正在支持香港队 出队踢毛家者世界杯 嗯 那应该可以再讲 怎样恩许球员等等 嗯 进去囚委之后呢 他们就在囚委里面 就选人去做领队 嗯 嗯 尽量都不想重复人 那其实囚委来来去去去 那几六半一次呢 哪个女孩呢 最好就是每年都不同人 是 因为她连年都特的嘛 没错啊 就 无家者稍后再讲那个定义是怎样 嗯 世界杯是真是一个世界杯 但是就不同 我们平时看的世界杯 就四年一次 嗯 这个无家者世界杯呢 是一年一次的 嗯 所以尽量呢 领队的计赏年年不同 但是当我们参加到十几年的时候 其实囚委又哪有十几人 嗯 嗯 中间有些已经是翻炒过了 OK 当不想尽量翻炒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 那时候应该是一九 准备去踢2020的 嗯 他们就问我 凯日你有没有兴趣 试一下带 嗯 做领队 嗯 那我就说这件事都挺帅的 是 女领队 是啊 我没有想到男女这件事 我觉得本身做领队这件事都帅 是吧 你人生有多可 你喜欢看球 然后做领队 这件事应该 你人生一次而已 我估计 是吧 我们又不是高定奥鲁 先这样 但你不肯当时的压力 通常是我们看球 领队是第一个会被人问候的 问吧 成绩啊 就是问好渣 我都不是不问候的 其实我都不是问候的 就是做领队的时候就很搞笑的 球员是有规条的 嗯 球员我们有十大规条 十大规条 对啊 例如就是 他们不可以 讲粗口啊 吃烟啊 喝酒这些 嗯 都会严格 是啊 但我是一个都会爆粗的领队 嗯 而他们 因为我不知道之前的领队他们的风格是怎样的 有些当然是痴痴问问 就是很领队的 嗯 但我就很喜欢下场的 是 他们逢星期二五呢 就是通州街那个石地场练队 嗯 踢街场小型场 那我就很喜欢去看他们练队的 那后来听回有些同事说 就说 其实你好似是 看他们练队最多的领队 这样 我有一点想问 通常 他们练队是他自己带的 还是有人会带的 他们练队的练队 不是今天我们练队整晚 然后这十分钟要跑步 就是 还是没有我们下去 喜欢自己踩一下球 还是怎样的 专业的 我们有教练的 哦 有教练的 但是那个酬劳是 是 是 所以你教得 就 你真的很热爱足球 嗯 而且你真的对这件事 你真的很认同 嗯 就会来教球 那我自己为何黑脚呢 就是2000年本身是去芬兰提 但是哇 一听到芬兰已经超级吸引了 嗯 那我只是办事 考虑了一天 就答应了做领队 是 但是跟着就 哦 那2000年cancel 因为疫情 所以2020 21 22 23 嗯 不是 2021 22 3年都因为COVID而停了 去到23是重新的 嗯 23是去美国的西岸那边 有个城市叫Sacremantle 嗯 本身就是在Sacremantle 我们也是挑选了球员 那他们就问我 你要不要继续做领队啊 那我说OK啦 你们如果继续 就是信任我 我就继续做 嗯 奈何呢 大家都知道 去美国你要拿签证 嗯 我们总共有十 十三 还是几个球员 我们是去apply 那个签证 最后呢 你猜我们有几个球员批道呢 拿美国的Visa 你当十三至十六个去申请 那么 那你神奇多就少十一个 是吧 哇 如果有十一个我去了 是 最后呢 我们只有三个球员 三个 那为什么呢 这么严格的签证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 你知道美国签证是很难的 你通常又要拿那些什么 就是你欠像银行帽子那些 现在都要给他看 就是找你身家那些 那些 一般来说 你是要没有犯罪记录 没有网底 我们所谓就是 OK 但是你可以想象 其实这一班 无家的球员 他们必定是有一个 不一样的过去 是啊 为什么他们会 无家呢 曾经 嗯 嗯 主要的原因 多数都是因为 赌 毒 濫药 或者是自己 在人生 可能有些关口 他们过不了 一些情绪的问题 嗯 香港队呢 就比较少是 我们所谓一些 直接一点 所谓一些 mental issue 嗯 譬如澳洲队那些 他们差不多全队 都是因为 mental issue 嗯 他们就不是因为 赌啊毒 那香港的球员 他们就 他们都不介意 因为很多传媒 都访问了他们的故事 都是赌啊毒啊 呃 呃 有些会是 嗯 而令到他们是 无家 或者是有家 龜不得 家人不让他们回家 之类的 嗯 那你可想而知 其实 这一帮球员 他们真的会有 是有机会有案底 嗯 曾经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非法拘留过 嗯 这样那样 所以到最终 我们其实批到的visa 只有三个球员 是 那怎么踢呢 就是我下场也搞不定了 这件事 而且美国都特别严厌一点 直接是 那我们已经是拿了HWC 即是 Homeless World 即是有小文件的了 是的 我们正是有HWC的Document 证明这群球员是真的去踢球比赛的 嗯 那他们有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这群球员全部都有工作的 嗯 他们是拿了公司的Proof啊 他们是会回来上班啊 嗯 那直接告诉他们 其实他们已经有太太啊 有子女啊 他们回来都要照顾家 到最后都是批了三个 那我们就决定 二三个我们就不出队 嗯 其实都是没试过的 我们不出队 所以我也是一个黑脚领队 是 即是由Covid那样几年 接着拖到就是 哦 搞回了 但是我们不能出队 就来到二四年 就在韩国首尔 终于出了一队 我们就叫做 大家听过来之前 有些会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他经常说 那些资金它有怎样呢 是否有些有薪人物的赞助啊 还是政府会有撥款啊 哦 政府拨款我也想啊 是 哈哈哈 政府拨款来说呢 就是很想啊 我们当然就是 那是没有的 那现在 要靠自己的 是 民间的 所以都很希望透过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真的认识了 毛姐姐世界杯 知道这件事呢 大家都要多多支持 主要那个资金呢 我们所谓叫做 头一届呢 就是我们的Founder Founder就叫Alex Chan 陈榮帕先生 嗯 而且有一位呢 他是叫无名士的 他一直都不想开名 是 就是那些有心人呢 自己就出钱出力 这样 Alex自己带上去 嗯 真的 完了 我们第一年2005出队 那往后呢 Alex是一个生意人来的 他都会 譬如找 筹位啊 执位啊 一些人啊 然后就问一下会不会有些捐款啊 赚助啊 嗯 尽量都是在外面拿一些的资金去参加 然后呢 我们就有搞慈善赛 嗯 那这一年一度的慈善赛 通常就是8月 那我们就在旺角麥花城球场 嗯 就会有慈善赛举行的 嗯 往年性大一点 就是现在因为经济不好 所以今年呢 其实都是踢了一天 因为不够队 嗯 嗯 只有12队参加比赛 那往年呢 其实可能去到整二十多三十队比赛呢 籌款 籌到那笔钱 那就主要就是 我们出队的经费来的了 籌赛是否就是 譬如一些球队 那些报名去参加资金赛那些报名费呢 是啊 是啊 很多的 譬如你会 酒店啦 住宿啦 波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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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波文 R sponsor 嗯 所以听到如果有心人呢 是 麻烦下年 因为我们今年很 都很缺资源的 那我们也是有 sponsor的 其实今年就是 我也很想可以开名的 可以吗 是 是迪卡龙 sponsor了我们 嗯 都很感谢 现在经济那么差 找 sponsor 真的很好 是啊 最好就是多一点点资源 因为呢 他们今年出队 我们只有两件球衣 两件球衣 但是 踢十 踢八日 八日球 那 立即使 OK 是啊 就是他们真的踢完球回去 就是踢的 是 没错啊 每一天都有比赛的 在那八日里面 其实一天最少踢一场 或者两场球 是 要看对手 我们通常之前那天 就会知道是对什么对手 只要看对方 我们就要猜 嗯 他应该大概是什么颜色球衣的 这样 然后譬如 我们有一场是对希腊 我们猜他应该是 淺蓝色球衣 那我们就 我们的球衣就是蓝色 是 我们的球衣就是蓝色 是 我们的球衣就是蓝色和黑色 那我们就说 那些球员就说 糟了不知道干不干得了 回去拿个风筒吹 是 那他们就经常说 要争取多一点 就是下年呢 可不可以有三件 四件球衣 还有刚才说教练那里 嗯 教练他真是一个有牌的 一个五人足球的教练 嗯 那个训练呢 逢星期二、四呢 是恒常的训练来的 我们逢星期二、四 就九点至十一点 就在通州街那个小营场 嗯 石地那里 就是训练 我们有 很幸运 真的那些教练是 我们接近不收钱来教这队球 嗯 所以我们很幸福地 今年是有主教练 我们有助教 有体能 就是有个助教 因为他自己就玩健身的 所以他通常就会充当呢 就是帮球员训练体能那一部分 是啊 对啊 就是他在球场那里 就是就地水材 是的 就像那些公园那样 那些伯伯 伯伯那样 是的 那我们就比如掌上压 可能做一些squad 一些深津的动作 一些来会跑之类 都会利用场地去做一些体能训练 所以 真是众志诚成去做这件事 那你本来说你是领队 领队其实是要做些什么 领队我好像有个妈妈那样 是的 真的 一落我年纪都比他们任何球员大 是的 那就是 其实我觉得 真的要去维系住队波 嗯 这班球员虽然他们都认识了超过一年时间 但是 毕竟都真的来自不同的背景 嗯 那他们不会谈回头 可能大家都是同样 因为 当年因为吸毒才算 嗯 当你也是我也是才算 你不会无端端说回 喂你那时候怎么吸毒的 即是怎么开始 他们原来都不是真的那么了解对方 就是要熟悉对方 嗯 跟着又要沟通都不容易 就要令到他们 我觉得最难的是 他们要互相信任 嗯 如果你踢开球或者踢开球 或者你做开运动 我们经常都叫他们 喂你要出声啊 出声啊 嗯 提啊嘛 永远你都是要这件事 你不 即是 可以说粗口 嗯 即是你不可以互相 你互相也有原因 对不对 即是你互相完你就要立即 那我又不会弄掉的 是 即是我就会 还有我真的不是很懂战术上的东西 我就交给教练的 但是有些东西你是 看得出的 嗯 譬如球员可能 你真的射十脚 你十脚都不中拢 嗯 不能够的 那你会跟他说 喂你中拢 基本的东西中拢 即是你会跟他说这些 是 或者会跟他说 喂捱住 喂还有十下而已 嗯 你捱住他 这些是 粗魯地鼓励他们 是 那在球图上多些鼓励 主要是将他们 我们最后只有八个球员 开始练球可能是十几个 因为刚才这么说 我们除了有十大规条之外 还会 我们会一直筛选下来 我们最后是八个人出队 OK 他们如果练球的出席率不够八成 或者是在纪律 态度出了问题 我们都会被淘汰 嗯 你都很严谨 真的 真的 我们真的会认识 我们有同事认识他们 练球的出席率是多少 要符合这些三大原则 就是练球要最少八成 态度良好 维持到纪律 嗯 譬如他们 我们甚至会在抽氧的 其实他们会 我们要抽氧要厌毒 是 因为会厌得到 他们有没有上級 这些都是选人的准则 没错 一路练球我们都有做这些动作 其实一路练球维持了一年左右 其实我们都会抽氧要他们去 试一下他们自己有没有上級 嗯 如果有是立即离队 不用再踢队 真的要达到这些条件 然后我们在七月底 究竟是哪个球员 代表香港去踢今届的世界杯 没错 没错 那你答到这些条件 然后我们都是 九月飞 我们应该是七月底 就正式公布 究竟是哪个球员 代表香港去踢今届的世界杯 嗯 这一幕都是很深刻的 是 那落选的那些不是很疼 嗯 他们之前都知道的 因为我们会有些 我们都会早通知他 就告诉他 譬如因为你的出席率真的不够八成 所以没办法了 你可以回来和我们练球 但是 下年也还有机会呢 至于下年有没有机会呢 也不知道的 因为都有个选拔赛的 是 还有他们在他们无家的经验之后 他们有三年内 是可以参加香港队 嗯 譬如你说你十年前无家 你可不可以来踢 其实就不行了 OK 要是三年前来的 你的无家经验 所以也有很多准则 嗯 不得那些 我们会事前 温馨提示了 嗯 或者有些球员他自己都心知 他的出席率真的不够 我们都温馨提示了 所以最后公布那一幕 都是感人的 是 因为有些球员是 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的 就是你说八个而已 其实我有机会六个都可以踢的 嗯 我五个都可以去的 辛苦一些 但是怎样公布在现场 就叫所有人一起 是 好像选了一些 香港小姐这样 是 就是不用答问题了 不用泳衣出场 是 会叫完 就是最后 通常我们会留 大概十分钟左右 那就会是教练 领队都会跟他们说一下 调造 嗯 那一天 我就是跟他们说 我们今天就是公布究竟哪八个去 那么 大家都会知道 你可能心目中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你都会知道自己 可能我是比较marginal 排第六排第七排第八那个 或者好像我们这样说 其实我不一定要八个的 我经常跟他们说 我说我不一定是八个的 我六个我都去到的 嗯 没有所谓的 他们有些就是听到那个由心笑出来的笑容 嘟 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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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中有泪光 嗯 這一幕也是令我很深刻 很感動的 然後就成團了 成團 成團去到首爾的時候 又經過了什麼經歷? 去首爾很多 第一天就飛了 其實我第一天很感動 好像剛才所說 其實用了很多時間去調教他們 令他們更多的互相信任 本身是他們之間熟不熟嗎? 來自不同的機構 譬如我們怎樣找球員呢? 我們就有一個選拔賽 選拔賽怎樣 recruit 這些球員呢? 就是我們會發英雄帖出去 我們用香港加投足球的名義 就會 invite 一些不同的機構 例如是一些戒毒的中心 戒毒戒毒的中心 淤酒 幫人戒酒的機構 我們就會發一個 invitation 邀請他們有沒有所謂的 client 或者是朋友仔 有沒有踢開球 或者對參加足球隊有興趣的 其實你沒有球底都不要緊 因為我們不是要出一隊厲害的 我們不是要去贏球 其實我們真的想很老套的那句話 就是足球改變生命 只要你願意想用透過足球運動 跟一群人同心合力去做一件事 你就可以來了 你透過那個選拔賽 我們就選 最初我們選十多人 就隨便說 就是爸爸認識 慢慢再 narrow down 去挑選最後那八個 所以你說熟不熟 真的可以不熟 不相識 所以領隊我自己覺得我最大的工作 就是令到他們建立那個信任 你交腳球給你 我如果不相信你 你不一定是要好球 即是我交腳球給你 我不一定要交給最後球 那就踢死了 你永遠都是 你永遠都是 即是我不Fan 我永遠都是 是的 即是我不妥妥你的 我一輩子都不會給你球 我就是不想 球場上出現這些事情 或者好像剛才說 你屌你都要屌得有 原因你不要去勾屌 如果大家不妥 大家不就勾屌 是不是 你便會借題發揮 因為往年真的會試過 有球員就是因為 覺得自己出場的機會少 或者說他不給我 就會有很多情緒 很多爭拗的問題 領隊主要就是去排解這些狀況 避免去到比賽才出現這些事情 你事前的功夫就要做很多 令到他們就是 你要先相信 我信你的 我不用你一定好球 但是我信得過你個人 我就會交那個球給你 我不介意你拿不到 但是我信得過你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足球美麗的地方 是的 去到打世界盃 最後踢完整個賽事 那些球員是否得著 他們的心情是怎樣 球員很開心 其實第一場是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要說我自己做領隊 連對手是誰都不知道 知道的 但是之前那天才知道 因為他要抽籤 是的 我們又遲 因為酒店和球場的距離都很遠 我覺得這個就是今屆比較不理想的地方 但是距離都很遠 我們就錯過了抽籤 但是晚上都會知道 我們明天究竟是對哪一隊 對哪一隊 我說其實你們都是這樣踢的 不重要 還有真的交給教練去部署 如果我們知道對手相對比較弱 其實教練是去到做很多功夫 不要想著這個是一個無雞的世界盃 其實它真的是一個很公平的比賽 是世界級的球證 整個活動我們是有 今年是有三十六隊男子隊 十幾隊女子隊去參賽 所以是來自四十幾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去參賽 可能每年踢的比賽的場數都不同 是的 通常都十場華以上 我們今年都踢了十 一定十三場 十三場可以踢了 一定是十三場 是的 我們不知道 就抽籤 總之明天我們對哪一隊 教練就會盡量 第一場未必找到他們比賽的片 譬如去到第二第三場 已經有這隊第一場踢過的片 因為是FIFA比賽 在FIFA的官網是有直播體 以及在FIFA的官網是有球員的名字 所以我經常跟他們說 幾多踢球的人 恨一輩子都不會去到FIFA的官網 有你們的名字 嗯 有FIFA是直播你們的比賽 所以你們真的要爭氣 是 盡量多些鼓勵他們 然後 講回教練會 看回 譬如下一場我們對希臘俠 看回他們上一兩場球 他們的功力都不是那麼厲害 嗯 會否我們這場主攻一點 嗯 擺個陣子 我們就會 中鋒要做多些東西 你要做多些起腳 多些射門 或者教練 如果我們那場球隊的對手是比較強的 教練給他們的目標就是 我們投兩分鐘不失球 因為賽制其實是踢七分鐘七分鐘 但中間是沒有休息的 嚴格來說其實是踢十四分鐘 那換人呢 換人可以立即換 你舉手就可以了 是即場 因為我們其實是踢四打四 龍門加三個球員 是踢四打四 那麼你即場舉手 是立即可以換人的 嗯 然後你中間七分鐘完 就是換場 嗯 不要想著你中間可以休息 其實真的沒有休息 是差不多 你可能只有 一分鐘之內的時間 你已經準備要踢所謂的下半場了 所以是非常激烈刺激的一場比賽 嗯 我想球員真的 第一場就有點方失失 不是好知對手是怎樣 他們的神情都會很緊張 嗯 我們也很緊張 因為要播個歌 因為很害怕錯 我超級害怕 即要這樣 超級害怕 我們是有個 即好像冰球隊那樣 我超級害怕 我們是有職員專責去播歌的那個counter 是 反覆跟他對是這一首歌 嗯 我直接是有職員 看著去播歌的那首歌 是 這樣 即你們都屬於是港業紀錄委會的期間 不屬於 但這個比賽是FIFA的比賽 所以都是要播個 即都幾多人 首先 驚驚 政府還未有資助處 未的 期待有 是的 說這些 連這些都要這麼 執行很多事情做 我們有驅期的 是 接著你抓他們的驅期 我們又很緊張 喂 不要碰地 是 那個葉的方向是怎樣的 不可以反轉 是 即我們這些是完全 即我們這些是完全 領隊做什麼 我就是要逼他們這些 就是肯定這些事情 不可以發生 很緊張 接著播歌 其實就是頭場和尾場播 中間那些就輕鬆一些 但是 我想他們都能夠代表香港隊 即大家是一群人 這樣搭肩膊 接著 你又有直播鏡頭 對著你 我想這個過程 對於他們來說 都已經是很 畢生難忘 嗯 那最後金教育 其實會不會有成績 我們 剛才說的36隊 我們排 不用最後 我們原本 你通常要喊那個口號 是 即你可能 香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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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出隊之前 我們就說 不如你們自己想個口號 之前 他們想個口號叫上半版 上半版 那就很有大致 即頭十八隊 沒錯 譬如英超 你前十 你就上了上半版 是 他們都會想 就喊上半版 上半版 但是呢 我心裡暗暗 我也知道 超級難的 因為香港隊的往績 應該都沒有上過上半版 但我覺得不要緊 你有大致 喊而已 是嗎 喊 但是 到最後呢 大家都知道 可能喊上半版 不是太激勵到的士氣 是 那你就喊什麼呢 譬如 那一場球 我們想獲分的 我們想贏球的 是 我們的教練叫做奇Sir 是 我也很感激 奇Sir 其實是令到我一個 其實領隊是很沒用的 我全程哭得很多 奇Sir也是令到我哭得很多 哭得最金的就是奇Sir Anyways 然後奇Sir就說 如果你們今天這麼厲害 贏了這場球 我就今晚請吃飯 嗯 然後我們就說 好 我們一會兒出去喊的口號 就是奇Sir請吃飯 這樣 由開始他們出去踢很緊張 不知道什麼事 被人數 我們最金的那場好像是 輸 十一比 咦 都厲害 我們沒有吃過蛋 不是開頭都有吃蛋 但是最後就入球了 就是教練給他們 開頭就是 你頭兩分鐘不要失球 或者跟著對那些 相對沒有那麼強的隊 我們就是 你要爭取入球 我們未必要贏這場球 但是我們要入球 不知道有交代 沒錯 然後慢慢他們知道踢法 那麼 對希臘那場我們是反勝 因為輸緊不知道三 三球 都很害怕的 因為失得很快 因為如果你們有體開球 或者小型球你們知道 其實那個內會 超快爆發聲 你氣都沒有回過 那波又來的 根本就是 當輸到三球 我的心都去一去 我都覺得 不然是 就是這場都 都是贏不了 因為已經是差不多 對我們小組比較弱的那隊 都拿不到 嗯 一場勝獎 還有我不是緊張那個 贏輸 應該怎麼說呢 就是緊張那個贏輸 不是那個勝負 而是我很想他們 他們一齊一班人 去贏一場比賽 嗯 他們一齊一班人 去嘗試到 一條心 去拿到勝利的那種感覺 嗯 我想他們一齊有這種感覺 嗯 還有 你打開了一個缺口 譬如你入球的缺口也好 你贏球的缺口也好 嗯 其實你開了那個缺口呢 你的信心就會有 慢慢地可以來 所以希臘那場我們是反勝的 嗯 是 好像贏了一個世界 即我們真的很贏了世界盃 其實只不過是贏了一場球 但是我覺得 不要緊啊 嗯 就是那種感覺 嗯 我們不如去看看那些相片 好啊 嗯 那麼這裏就是 即是在香港機場的出發 是的 這張是香港機場出發 即是一生人沒什麼幾可 你會穿一件 球衣 有驅徽啊 這樣出場 這就是機場樓的紀念 這張 看到了 我們兩件球衣 剛才那件就是藍色 這件就是黑色球衣 那看到呢 我們拿著那個牌 是 其實呢 假設你每一天 我們就搭 Shuttlebus去球場 嗯 應該理論上 就會有一個 tour guide 來接我們 是 他就會舉著這個 Hong Kong的牌 我們就跟著那個tour guide 就知道那天發生什麼事 譬如去哪裡吃飯 因為大會會安排 lunch 給我們 用不用拿飯票 還是直接到餐廳吃就可以 還是show pass 我們要知道的 假設有個tour guide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今年的資源不足夠 我們不是全程有tour guide 但我覺得那個牌都很漂亮 我就叫tour guide 你給我拍照 那他有沒有吃飯 還是怎樣 還是給票 開頭就飯 其實每天都是他有個meal voucher 我們收開一個飯票 但是 一來年有時候提完幫忙 沒有胃口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吃那些東西 我們慢慢就 我跟這條人說不要緊 不如 我們也有一點點預算 是 因為今屆我們就在首爾的 漢洋大學裡面比賽 是 因為大學裡面有不同的餐廳 我們有時候都說不要緊 不如我們掃些預算給你們吃個熱狗 吃一下不同的東西 是 這些就是領隊 大家開心 那我們就去做這些事情 這張照片就是 對 藍色衣服的兩個就是我們今年的教練 旁邊的那個就是奇Sir 然後中間的就是我們的助教就是Daniel Sir 這兩個男人超瘋 超瘋 超瘋 我不知道他們何來那種熱血 其實他們真的是那個 貼錢教球 他們是有津貼居馬費來教球 但是一個居馬費兩個教練分 其實根本上就是貼錢 中間Daniel Sir是住長洲的 我們練完球是11點 他永遠都要趕船回去 那我就覺得 我經常都形容這兩個男人 就是 中間Daniel Sir就是我安心的存在 因為他是一個很踏實的教練 他還有他很在乎球員 就算球員他譬如是 是說話後備都好 但是在我心目中是沒有正傳統後備 一組人就是一組人 只是你出先還是你踢後 我覺得那個分別就是這樣 Daniel Sir永遠都是可能 阿伯利你換了出來 他就會跟你談一談 你剛才這樣這樣 你怎樣怎樣 他很在乎每一個球員 我經常都說 Daniel 就是我安心的存在 嗯 那阿伯 Sir 就是站在旁邊 這個死年輕人 28歲而已 很年輕 我認識了他兩年 是 那他 還有他也是很瘋 因為他本身有個 business trip 他也是做一些足球有關的工作 他本身要 28日他要 先離隊回香港 因為他29日要飛另一個旅行 business trip 他就跟我說 阿凱 28日那場球剩下一場 他說我有機會帶不了 因為Daniel早走 Daniel是自費去的 嗯 中間的Daniel Sir是沒有 我們是沒有預算給他助教的 Daniel是自費去的 而阿奇 Sir就告訴我 他說我28日要早走 有機會28日那場球 都是要你大辣 我說 叮 我說不那是 我已經 很多已經中了 是第一個 譬如我是第一個 COVID出不了隊 是 球員拿不到訊息 去不了 就是我很多已經是 他們已經名稱我 很多東西都發生在我身上的第一個領隊 這樣 然後他說 可能你是第一個領隊 兼做教練 嗯 我說It's not by pressure 我不覺得這件事是開心的 但我說我交給你去決定 你想教完最後一場 你就教 你想早走 你怕趕不及飛機 你就早走 我說那群球員可以自動球 其實阿奇 Sir是很好 然後他計計計計計計 他說 我應該剛剛好 我應該可以帶上一場球 所以他那一招最後28日那場球 他是拉著行李 拉著行李 帶上我們那場球 才走 而他之前那一天 他就跟球員一個 說了一番說話 我就超感動 他就搞到我那天 是崩潰的哭 嗯 我說真的很感謝 另外就是我們的球員 所以你看到只有我一個女人 是 很感謝他們接納我這個女人 都很開心 看到一些小女 超開心 這個就是這條死小孩子 嗯 阿奇 Sir 那麼 我跟他很多辦法聊 甚至乎我們的關係是 就是做到朋友 他很有趣的 他有一天問我 練球來的 在洛東走街 他問我 阿海你今晚下不下 我多數都下 但因為我那一陣子 不是很舒服 我病了 他說你今晚下不下 我說未必 我不想傳染球員 他就沒有告訴我 他為什麼問我下不下 嗯 後來這條死小孩子就告訴我 你記得有一晚我這樣問你 我記得 他說其實因為我工作上 有些事情很聊 我想跟你聊 嗯 我想跟你聊聊天 他說 哦原來是這樣 我說sorry 我沒有來 他說不要緊 都解決了 那就是 做到很好的朋友 我自己都很感恩 嗯 這班呢 就意大利 是的 很開心 不知道跟意大利隊 是非常有緣分 我們對他們 其實不輸球的 我們輸給意大利 這場球我覺得有得贏 因為我看意大利對南韓的時候 我不覺得意大利真的那麼厲害 但是到我們對他們的時候 就輸球 好像輸6比2這一場 但是完場之後呢 是非常開心 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呢 他中間有個球員 他只是 因為我們每一場球完了之後 都要感謝觀眾的 其實每一場球都會有個攝錄直播的 我們完場之後 就是大家手牽手 我們不只是在香港拖香港 你是在香港拖意大利 就是混合在一起 拖手一隻 哎 thank you 這些 跟觀眾說 thank you 他們其中一個球員 就 直接抬起了我們一個球員 一起去答謝觀眾 嗯 那是 真的你完全體驗到 贏輸不重要 到最後就是 跟他們換球衣 我們真的有交換球衣 我們真的有交換球衣 這件事 跟他們交換球衣又很開心 所以跟意大利隊 很有緣分 我覺得這次 很尊敬 大家都非常之好 好啊 吃到不同國籍的朋友 是啊 這場應該是對澳洲 都是輸球 但是大家都會看到 完場之後 其實是對方叫我們 不要走 不要走 我們一起拍照 這樣 然後大家還做了一個 心心 其實有些球員 之前不是那麼開朗的 但是你會看到他們去到就 好像開朗了 整個人 很感動 看到這些 我們叫做 其實就是 當地他們都會有很多 活動 有很多工作人員去幫忙 有些就是他們自己的大學生 找回漢洋大學的學生來 有些就在外面請一些義工 都很感謝他們的幫忙 因為他們很多都會懂英文 或者懂說國語 普通話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我們 溝通到的語言 如果不是 很多人我們都問不到了 真的 那些工作人員 那些工作人員 男的球員 他們通常找女的拍照 我當然要抓著這些 我當然要抓著這些 那這個我也要抓著 這個是女子 球隊的球員 他是瑞士的球員 我們這次就住了一間酒店 我們是跟瑞士 跟奧地利 跟日本隊 跟英格蘭 同一間酒店 是 所以我們每一次 都不會錯過 跟他們合照的機會 因為他們就不是 他們有些球員是說德文 那他們就充當我們的翻譯 經常都是 你知道 他們是女子隊 這一隊 我們球員 當然是經常想跟那些女生溝通 又不會說 經常都是靠他們翻譯 所以我們就 最後都要找他們拍照 就是好人 對 就是那種友誼 那這個就是 尾爾那天 不是 這一場是最後 我們 說當決賽這樣踢 嗯 最後一場球 不要管 還有我們是踢頭場 是 踢11點多 是沒有其他比賽 只有我們 我們就是早去到就踩草 進去 你看到最後那一期的草 已經是 很多草頭已經不漂亮了 那我們就進去 我們就說 你們要盡情享受這個草地 今天是最後一天的了 盡情睡 盡情拍照 盡情踩這個草地 那我們就衝進去拍照 也是 超開心 當然要拍一些單頭照 是 因為有了HWC 然後 我的左手邊 人的左手邊 你看到那個就是 Soul2024 就是今屆無家的小孩杯 那個logo 所以這張也很值得拍 這個就是巡遊 真的很像一個大型運動會 即是 閉幕的時候 這個是開幕的一個巡遊 這件原本是2023的波衣 OK 2023是出不了隊 都做好衣 因為沒有Visa 簽不到 我們不是很多衣 所以2023都要穿回去 穿這件我們就巡遊 它也是跟英文字母的次序 然後就簽HKK 然後我們就一直走 都很開心 好像奧運的選手 我們都 如果我們觀眾想了解 那些楚光隊 平時可以去哪裏的了解 哇 都幾多人留言 回到我們再慢慢看 其實楚光隊 是一隊什麼球隊 就是 踢過無家姐世界杯的球員 只要他們願意的話 他們都可以加入一隊叫楚光足球隊 其實就好像一隊救生會的足球隊 一隊Alumni 當然有些可以選擇不踢的 那楚光隊如果有時候 譬如有些友誼賽 或者外面其他機構有些邀請賽 我們就可以用楚光隊的名義出去比賽 我們有一句口號的 就叫楚光楚光永不放棄 這樣 這個就是楚光足球隊 所以裏面的球員 都是踢過無家姐世界杯 因為呢 這樣的 是這樣的 無家姐世界杯其中有一個規條 就是你一世人只可以踢一屆 哦 一世人只可以踢一屆 你不能踢了 哦 你幾好球都好 你今年已經代表了香港隊 你下年就不會再代表香港隊 你幾好球都好 你今年代表了澳洲 你下年都不會再代表澳洲 你一世人只有一次機會 因為我有看過一些以前的訪問 有些球員不同的背景 故事 很多都感人 再加上剛才他們說 你都經常哭 哎呀我是很沒用的 所以他們看了我這個弱點 很差 他們 特別是很多不同的故事 和人的歷練 非常多 譬如 還有都很 他們 我覺得他們 其實很厲害 嗯 因為我覺得 做人 你怎會沒有一個不好的過去 嗯 哪一個你 當你活到三十多歲 他們的平均年齡 三十多歲左右 是的 有一些人的人生是很順風順水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你 中間你走了一條 不是那麼好的路 嗯 但是他們是一班 勇於承認自己的過去的一班人 嗯 其實有很多人 就是你不承認你的過去 你可能有你的暗面 但是你一直你自己隱藏在裡面 或者你默默你都不去承認 那你就一輩子都是背著這件事 走到你的下半身 但是他們選擇就是 去面對 去改變 嗯 足球者是一個媒介 去和他們一起去改變 嗯 所以他們其實很厲害 他們有很多 就是聽他們的經歷是 就是他們那種 哇以前 吃毒粉 嗯 可以很誇張 吃得 嗯 坐牢的也有 如期居留的也有 很多 但是不要緊 都是過去了 我經常都說 穿西裝一定是好人 都不一定的 嗯 嗯 是的 你們勇於承認面對自己的過去 已經是超厲害的 他們 嗯 今天很感謝阿海 很多事情 他分享 那些網友都很喜歡 很鮮明 我沒有想著你這麼鮮明 哦 就回你的聲音 不是啊 我打算是激昂一點 但是我覺得 很激昂 你要怎麼激昂 很感謝阿海上來受訪問 因為我剛才聽你和小米的節目 你們是很激昂的 我只是想著 他個人激 我要就回去 你不用遷我 我本身也不是這麼有的 是 是 很感謝阿 我看到網友的反應都非常之 我看不到一個近視 正面 不怕 你可以 可以 可以一間烏板 可以看 很多人都讚你的聲音 多謝 已經沒什麼好 手蛇 只剩下聲 是啊 都好啊 是啊 多謝你們的邀請 還有真的 大家多些關 好像美Tag 正在做 很感謝邀請 還有 希望大家 多些關注 我們所謂一些 我常常都不想用弱勢這個字 不過 可能這樣說 大家會明白一點 可能身邊一些 他們的路不是這麼平坦的人 可能你隔離那個就是 但是你只要你肯 跟他分享 你肯跟他聆聽 跟他同行 就算我和我這班球員 我都是這樣說 我最後我跟他們說的那番說話就是 就是 我說 因為我們有一個WhatsApp Group 我說 可能我們完了這一天 我們回到香港 我們在機場 說了Goodbye之後 我們可能會不相往來 我們的群組 會越來越少訊息 可能我們的群組不會再相機 但是我覺得不要緊 只要你們願意的話 其實我和你們的同行 不是在這個旅程完了就完 是一生一世 是 還有那些記憶都會 一生一世都記得 是 而這班臭小子 今天還在這裡響機 是 我希望這個群組的朋友 繼續響機 如果未曾認識 毛姐姐一杯的朋友 就上去Google一下 找到很多資料 好 多謝阿凱 是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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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對 幫我們 李紀錄 wcze 大丈夫 predominantly 我